这是一部令无数变态闻风丧胆的电影 一经上映便下推不少观众 其中特效场景荣获不少国际大奖 天中对当代社会的讽刺 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赤裸裸地揭露了上流社会吸血的邪恶本质 逼真的特效 猎奇的脑洞 乃当代必看恐怖片 胆小的朋友请在对象的陪同下观看 不然吓到了我可不管 阿聪是开着外挂投胎的富二代 被称之为国民老公 帅气又多金 大把的靓女屈之若鹜 本该是肆意挥洒亿万子孙的美好年华 但最近家里发生一些怪事 父母和姐姐像换了个人一样 举止行为变得十分怪异 所作所为根本不像是的人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几倍发凉 想挖掘其中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朋友肥彪的口中得知 自己的父母经常出入一些邪门怪异的神秘聚会 震惊的阿聪震惊不已 从前的父母憨厚本分 正直善良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些有被人伦道德的事情 但为了一探究竟 他开始着手调查这一切 次日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好友肥彪离其死亡 更为可怕的是 朋友的脸颊就像窗户纸一样 一捅就破 这让阿聪惶恐不安 对父母怀疑更深了 葬礼上 阿强貌似知道一些什么 但为了掩人耳目 他相约阿聪到秘密基地告知一切 可当阿聪来到指定地点之后 却发现阿强的汽车撞毁在了路边 阿聪急忙打开车门 只见他的脖子已经被人割断 这种迹象更加印证了自己的猜想 于是他壮着胆子 偷偷潜入了会场 想要一窥端倪 可不料被人当狗一样地套住脖子 此时 派对上的众人也纷纷现行 只见十几名少男少女相拥在一起 他们的身体开始交织融合 就像一场大型动作片的现场 很显然 他们已经不是人类 而是一群外来变异生物 这无比骇人的一幕 吓得挣脱后的阿聪慌忙逃窜 可他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母亲 在床上诡异的发酵 身体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异 两腿之间居然长出一颗姐姐的头 一旁的父亲也未能幸免 他的头居然长到了痔疮上 而阿聪最终也没能逃过这群怪物的魔爪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他们全家彻底融合在一起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造的变态生活